你問我如果有一天 你離開我 我會不會哭 我笑著搖搖頭 你很失落 問為什麼 我說我不會哭 因為你不會離開我 就算我們隔著很遠 只有徹底忘記 才算分別 你緊張聚粗的樣子 喝了幾杯說了錯話的樣子 難過也要裝作無所謂 開心手無阻擋的樣子 你陽光清爽的樣子 拼盡全力證明自己的樣子 偶爾手足無錯的樣子 中天美心白費的 昨天4月19號下午奔跑把第十一季 在貴州貴陽舉辦發布會 兄弟團成員李成 鄭凱 沙翼 白露 周深 范澄澄 活力獻身 大家欣賞苗族舞蹈 體驗高山流水 一場充滿貴陽特色的發布會 讓人印象深刻 十年奔跑情懷更是令全場 沉浸在溫馨與歡樂之中 本次發布會 在微博抖音等平台同步直播 全網實時觀看量超過1700萬 奔跑把第十一季發布會 話題迅速登上微博熱搜 遊戲環節 作為貴陽人的周深 現場教學貴陽話 兄弟團趁機 開始互相爆料 引發全場爆笑 就比如說對 奔跑把一下就走進我們心裡 奔跑把一發死就走到我的心頭 哦這個好這個好 就比如說對 奔跑把一下就走進我們心裡 奔跑把一發死就走到我的心頭 哦這個在上一集給我 給你 留下的很深的印象 我是個笼子 你不要笼 以後就是龍哥 龍哥 龍哥 龍子爹 哈哈哈哈 什麼 哈哈 翻部會結束之後 貴陽寶藏男孩周深接受了記者的採訪 奔跑把第11季節目能夠來家鄉貴陽錄製 周深感慨頗多 周深說 本次邀請節目組來到貴陽 實現了我一直以來的心願 主要是想讓大家認識一下貴陽 不管是美食還是風景 都希望他們會喜歡 也很開心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讓全國的觀眾知道貴陽 他認為貴陽是一個寶藏城市 而很多人都不太了解貴陽 越是不了解的地方 越能發掘寶藏 希望大家能夠在貴陽挖到寶藏 我們很開心 看給正義不同我 已經抹完了 已經不達 已經不達 不管 你不講話 你不除了 你不准 就不太離開 你 離開了 我不會回過 我笑著搖搖 你和什麼 為什麼 我說我 不會回過 因為你 不會離開了 就算我們隔著黑暴 只有徹底忘記 才算分別 好 手伸手到 你緊張矩粗的樣子 喝了幾杯說了錯話的樣子 難過也要裝作無所謂 開心手無阻操的樣子 你陽光清爽的樣子 拼盡全力證明自己的樣子 偶爾手足無錯的樣子 整天眉心眉眉的樣子 你緊張矩粗的樣子 喝了幾杯說了錯話的樣子 這幾天真是感覺到了 他工作身體精神上的高強度 但是舞台上的他還是活力滿滿 敬業任何時候都不滑水 能非常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緒 放在哪個行業都會挺出色的 現在的年輕歌手裡 可以稱得上音樂家 歌唱家的有幾個呢 有專業人士對周深的一致認同 他是音樂家歌唱家 在年輕的流行歌手中 敢跟古典樂隊演奏下唱歌的 只有周深做到了 而且是在獲得奧斯卡金曲編獎的 彈對音樂大師的指揮的 古典樂隊伴奏下演唱的 實力是不可小觸 也有人說周深參加了太多的綜藝 對他是一種消耗 我卻不這樣認為 我倒是覺得他參加綜藝 讓更多的人看見了他的幽默 他的人品 然後才去聽他的歌 從而有更多的人認識 並且喜歡上了他 現在的周深的歌迷們 可以自信愉悅的欣賞周深的歌曲了吧 他得到了越來越多 專業人士的肯定 真的是太讓人欣慰了 一路走來 深深面臨著太多太多的質疑 現如今周深被各大晚會 爭相邀請獲獎無數 這就是對那些最好的反擊 希望周深未來一路光明 看到他的實力 不斷被業界大咖認可 希望周深前途無量 未來可期 快點 天啊 ольш一個人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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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 杨茜!杨茜!杨茜!杨茜剪头发了! 我沉睡了附近开门 skies陷阱! 想深感ismus很快的没有开窍 愛人心 真如漫 難不去 把愛中為難 愛又 遺忘的永遠 會為愛沉睡 雨醒來 永恆